宋仁宗,即赵真,本名赵寿义,宋真宗的第六子,被宋第四位皇帝,继位时年仅13岁,在位41年,最终在公元1063年,在汴梁皇宫驾崩,享年53岁。 在中国历史上,自春秋战国时代之后,由于宋太祖赵匡应开国时,宽宏包容和众文义武的理念,宋朝成为了第二个非常开放包容的时代。 圣行文官治国,不行文字之欲,禁止鞭打官吏,不杀有功之臣,宽容以礼待人,器重书生才干。 直到宋仁宗赵真继位后,这个传统被发扬到了极致巅峰状态,仁宗崇尚儒家经典,同时热爱学习,开四书先河,整合论语,孟子,中庸,大学进行捆绑学习。 仁宗在位期间,开创了著名的人宗圣旨,虽然前代唐朝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,唐玄宗的开源圣事,而且在现代社会中,圣唐的两次圣事也更加有名气。 但在大多数宋代文人眼中,圣唐圣事远不及仁宗圣旨,其中便包括了司马光,欧阳修,王安石,文天祥,刘光祖,曾拱,王毕,陈俊卿,赵汝腾等等大量著名宋人。 他们骄傲自己可以身为宋人,热爱自己的国家,同时尊敬和歌颂仁宗。 同时仁宗还受到历代史学家和正职家的称赞。 仁宗何以得到如此尊崇,因为确实配得有余,其一生极度节俭和自律,并且待人宽厚和包容,下面略举其中五事。 其是一,有一次正职初秋之时,有官员献上每位隔离。 仁宗问,从何处弄来,陈达,从远到运来。 又问,价格多少钱?大约,每个一千钱,一共二十八个。 仁宗说,我常告诫你们要节俭,现在吃二十几个隔离,就要花费两万八千钱,我吃不下去。 最后仁宗没有吃这隔离。 其是二,有一天,仁宗处理正事,直到深夜,又累又饿。 突然很想喝碗羊肉热汤,但是最后饿着肚子没有说出来。 第二天,皇后得知了此事,就劝仁宗,陛下日夜操劳,更要保重身体,想喝羊肉热汤,随时可以吩咐御厨,怎能饿着肚子让圣体受损呢? 仁宗回答,一时随便索取,会被看成惯例。 昨夜若一时吃了羊肉汤,御厨以后就会夜夜宰杀做肉汤,一年下来就要杀死数百只羊,长辞以往,宰杀数量将不计其数。 仅为我一时口舌之隐,创此不良惯例,伤害无数生物,实在于心不忍,所以宁愿忍一时之恶。 其实三,剑官王肃一直劝谏仁宗,莫要亲近女色。 仁宗说,近日,却也有人进献美女给我,现在正在后宫,我很重意,就让我留下吧。 王肃说,臣今日觐见,正是怕陛下被女色所获。 仁宗听后,有些犹豫,但最终还是召来太监说,刚送来的美女,美人赠钱三百贯,然后送她们出宫吧。 讲完不禁流下了眼泪,王肃说,陛下也不必如此匆匆打发,既然这些女子刚入宫,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出宫,更为妥当。 仁宗说,朕虽为一国之君,但和平民百姓一样极重感情,怕留他们太久,为因产生感情而不舍送他们出宫。 七十四,有一天,仁宗上朝之后回到寝宫,忽然感觉头痒,来不及脱下黄袍,就先摘下了冒冠。 随后换梳头太监进来给他梳头,太监梳头时,发现仁宗身上揣有一本奏折,便好奇问道,陛下收到的是何奏折。 仁宗说,建官建议缩减侍从,和宫女数量的奏折。 太监便说,普通大臣家都有不少下人侍从,而且升官之后会更多。 陛下侍从本来就不多,建官却建议还要再缩减,实为过分。 仁宗没有说话。 太监又问,建官的建议,陛下要裁纳吗? 仁宗回道,建官的建议,朕当然要裁纳。 太监自使皇上一直宠信,随后不满地说,如果陛下裁纳,请第一个裁掉下人我吧。 仁宗听后立马站起,并召来主管太监,按名册仔细检查,将书头太监和其他,共二十九个工人裁员出宫。 此时之后,皇后追问仁宗,书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,又不是生人,为何连他也裁掉了? 仁宗愤愤答道,他仅劝我不要听建官的钟言,我不能留这种人在身边。 其事务,当时担任监察御史和建官的包拯,屡屡对仁宗范言直见,有时候言辞过于激烈,甚至唾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。 但仁宗一边用衣袖擦掉脸上的唾沫,一边还理着分析并采纳包拯的建议。 有一次,包拯建言去除张左遥的三思史职位,理由是其很不称职,毫无建树。 但张左遥身份特殊,其是仁宗宠非的伯父。 所以仁宗当时有些为难,建议调任张左遥去当节度史。 包拯不一,仁宗生气地说,节度史只是粗冠,何必再争。 包拯义正言辞地回道,节度史,太祖太宗皆曾为之,恐非粗冠。 仁宗无言回应,最终张左遥连节度史都没得当了。 除了以上武士,其他很多势力就不一一列举了。 仁宗在位时,宋代科学文化蓬勃发展, 但是土地兼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,导致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激化。 只黄有元年,北宋军力数量达到了140万之巨。 军费开支消耗了过半的财政收入,官员数目也膨胀了几乎一倍。 虽然军力数量庞大,但战斗力并不强,期间西夏进犯好几次,宋军皆战败。 最后为了不被武力欺凌,和西夏和辽国签订和平协议, 但要每年进贡给两国大量银两、圈和茶等碎笔和碎字。 人宗过于人厚,在为四十多年对外软弱,无所作为。 但是在宋人宗统治时期,从未主动攻击其他国家, 被宋经济空前繁荣,社会持续和平稳定, 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 宋朝在人宗时期达到全盛之巅,始称人宗圣治。 宋人宗去世的时候,洛阳的大街小巷都在焚烧纸前祭奠, 整个洛阳城被烧纸的烟雾笼罩,犹如雾都。 各地百姓戴笑貌哀悼,就连邻国的皇室和平民都会哭泣。 当时辽国君主辽道宗,从宋朝使节得知噩耗, 先是吃惊,后是痛哭,最后建一观种,用以寄托哀思。 此后,辽国历代皇帝奉其玉荣如祖宗, 得此待遇的君王,历史上实属罕见。 宋代大量闻人,以及宋史,也盛在仁宗和其圣旨, 比如被誉为唐宋八大家,和宋斯家之一的苏氏曾说, 宋兴七世余年,民部之兵,父而教之,至天圣,景佑,吉矣。 其中的天圣和景佑,都是宋仁宗的年号。 人,实为对帝王的最高评价。 在中国古代,执政理念的最高境界就是仁政。 在宋仁宗赵真之前,没有一个皇帝能冠以仁字。 为仁君,止于仁。 千古第一仁君,时至名归,为赵真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